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是邓光荣 除了特殊的电影经历之外 他的传奇人生经历也被人们流传 1946年 邓光荣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 在那个人们不一定吃得饱的年代 他们一家从来不担心吃饭的问题 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 他受到父母无限宠爱的同时 也受到了父母的优良基因 17岁的他 长得高大帅气 浓眉大眼 一双炯炯有神有迷人的眼睛 185公分的模特身材 再加上整天运动 打球 锻炼的一身充满男性荷尔蒙肌肉 1963年 邓光荣公司公开为电影《学生王子》寻找最帅男一号 前来报名的面试者有几百人 邓光荣其实并没有意愿报名参加的 但没想到身边的同学们坐不住了 认为他这样的外在条件不做演员太浪费了 既然那么帅 就应该给大家欣赏才对 独乐乐不如重乐乐 于是大伙集体签名将他推送了上去 由于邓光荣的外表实在是太出色了 几百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就这样 他半推半就地参演了《学生王子》 在电影中出色的表现 上他成为了许多女生冒昧以求的学生王子 而他也因此正式踏上了娱乐圈 还是学生的他 青春阳光的外表没有和江湖多靠边 于是后来拍摄了许多以青春为题材的电影 甚至和台湾的秦汉秦湘被封为三大文艺片小生学生王子 1977年 在电影圈挣了不少钱的他 开始从演员转行做制片人 还看了一家属于自己的电影公司 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拍摄从前的象征青春的电影 相反 他喜欢拍摄江湖影片 并且在电影中饰演黑帮老大的角色 许多人说他是有江湖背景的 而他的江湖背景来自刘崇居 陈慧敏曾透露 他的老大是刘崇居 邓光崇和向华强都是有江湖背景的人 而且两人都当过演员 开过电影公司 自然有人将他们两人做比较 陈慧敏评价 邓光崇和向华强虽然没有在擂台上比赛过 认识的东西非常多 以至于邓光崇在参演江湖片的时候很有大哥的气派 而生活中的他也是一个很够仗义的大哥 罗文还没有探入娱乐圈成为歌星的时候 曾经在酒吧唱歌 他经常去捧罗文的场 也是他将罗文代数行的 后来罗文患上了肝癌 在医院的时候拒绝许多神探病 唯独没有拒绝邓光荣 2002年 罗文因病去世之后 仗义的邓光荣第一时间站出来 为对方张罗葬礼的事生低谷的时候 自己曾接一百万给罗文堕灌难关 没想到这句话遭到了邓光荣的炮轰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生气地说 罗文没有欠债 也没有接受过任何人的一百万馈赠 邓光荣和沈殿霞的交情非常深 还把沈殿霞的女儿郑心仪 当作自己的女儿一般看待 但出了电影圈 他移民到加拿大 没事他就会去探望邓心仪 2008年 沈殿霞因病去世 在追思会上 他直言郑少秋没有做到父亲的责任 照顾好女儿 还举事例称 以此他带着两个女儿和郑心仪去游泳时 遇见了郑少秋也带着他的两个女儿去 没想到郑少秋居然对郑心仪说 爸爸下次带你去游泳 这样他忍不住吐槽到 要带的话天天都可以带 邓光荣真的很关心郑心仪 还说郑心仪为干女儿 有次他还抱着对方叮嘱 有什么事记得找干爹帮忙 甚至导演王家卫也是他提携的 当年阿飞正传虽然让王家卫名扬刺海 但是却让邓光荣损失了三千多万 气得要进医院打点滴 不过邓光荣却没有后悔 仗义的他只要身边的朋友有需要 就会立刻帮忙 但是对于自己的感情 他却十分的低调 1968年 22岁的邓光荣遇上了同窗 颜真娜 开启了七年的拍拖模式 年轻的颜真娜长得非常漂亮 而且有大家闺秀的感觉 上邓光荣很是喜欢 于是两人于1975年低调的注册结婚 邓光荣的性格虽然火爆 但是对妻子很温柔 然而有时候 有些大男子主意的他也很霸道 不让妻子穿过于性感的衣服 怕妻子的好身材让别人看了吃亏 作为演员 他难免会遇上绯闻 但是无论绯闻怎么传 他始终对妻子的情谊不变 更表明 绝对不会辜负妻子 但事实上 刚和颜真娜低调结婚两年 他和张爱佳传出的绯闻 就引起了当时八卦的广大观众 当时31岁的邓光荣 和22岁的张爱佳 因为《波斯西洋情》这部电影而相识 张爱佳承认 那个时候的他们 曾经建立过很好的感情 但是这个感情仅限于工作上的 可能是源于两人对工作的热爱 也有可能是默契使然 因而被传出了绯闻 面对这份感情 邓光荣很是头疼 因为这件事越发酵越大 他再三强调 自己的女人只有沿着那一人 后来张爱佳也和邓光荣 走上了差不多的工作轨迹 从演员转为幕后工作审员 做起了监制、导演 并且还嫁了身 1980年 颜真大怀孕 生下了大女儿邓业新 没过几年 又生下了小女儿邓业伟 不过虽然邓光荣 在香港家大业大 是资产炒败 后来在邓光荣的劝说下 返回香港 成立绿宝石公司亚洲总部 从事珠宝生意 而二女儿也已经完成了大学学业 2011年3月 在家吃完午饭的邓光荣 因为心脏不舒服 回了房间休息 可没想到 她这一睡 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在晚上6点 佣人去房间叫她吃饭时 她迟迟没有开门 佣人发觉不对劲 赶紧叫神把门打开了 但此时的邓光荣 已经陷入了深度昏迷 他们立刻报了警 并通知了对方的家人 第二天凌晨 邓光荣的遗憾 有她的四五十多个好友 包括陈淑芬 及儿子等人 还有很多警方人员 在维持场内秩序 为了不让遗体曝光 亲友们也是用散阵来遮住 之后她的邓光荣去世的消息 就传开了 有人说 这是因果轮回 邓光荣根本没有资格 去指的郑少秋 他们是同一类的人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据传是因为当年邓光荣 强迫了拦截英之后 并没有出面承认 直到她去世 真相也没有浮出水面 这件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人们不得而知 不过邓光荣的江湖地位 还是很难撼动的 2008年 邓光荣小女儿邓叶伟 大婚现场照邦光 32岁的邓叶伟穿着大红色礼服 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 收获了人生的幸福 照片中 张学友 唐贺德 曹蒙祖和等人 均到场祝贺 去年年底 有媒体人在社交网上 曝光了几组颜真娜 71岁生事的照片 并配吻称 两个女儿为了让妈妈 有个难忘的生日 特意将生日宴 安排在了游艇上 当天有不少明星 都出席了这场装饰演 照片中 71岁的寿星 颜真娜 戴着一顶黑色毛线帽 笔梁上 架着一副黑边框眼镜 打扮简单 却不失气质 两个女儿出落的 亭亭玉丽 还一直陪伴在妈妈身边 许久不见的她 似乎还消瘦了不少 隐隐有了奸吓吧 看得出来 她和颜真娜 一家的关系确实不错 她不仅和干妈一家 一同合影 还和邓业心 邓业伟两姐妹 一同向颜真娜线吻 画面奏趣又温馨 更令人惊喜的是 62岁的唐克德 也罕见的现身 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皮衣 内搭白色T恤 打扮十分简单 与寿星颜真娜的关系 非常要好 两神的互动十分的甜蜜 她时而从背后 搂抱着颜真娜 时而又高举起双手 一同在游艇上舞蹈 年过六旬的唐克德 多少还流露出了一些老态 发地线也变得岌岌可危 不过她当晚的状态 看上去还不错 脸上一直带着笑意 交际应酬方面 表现得很是积极 此外 谢贤的前妻 珍珍也到了现场 前不久 她刚做了开颅手术 如今看上去面色红润 似乎恢复得不错 不得不说 即便邓光荣离世已经十年 但其影响力仍不容小觑 她的家人至今 也和娱乐圈的众星保持往来 可以看出她的地位和仗义 传奇就是传奇 无论过去了多久 她依旧在什么心中 有段最独特的回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语气太阳